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台长师父 请救救我 我是76年5月的龙 好了 不要再讲了 我先看看 76年5月是吧 对 属什么 属龙的 生癌症了 对 鼓掌 我告诉你 非常麻烦 你身上有两个孩子 对 看见吗 我告诉你 你不把他们超渡掉 他们就拉你走 你自己要好之为之 赶快把他超渡掉 我告诉你 你现在整个身体血液循环不平衡 已经影响到你浑身的 这个血液循环系统了 所以你睡觉睡不好 记性越来越差 对 然后再加上你呼气喘气有点累 对 鼓掌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已经动过一次手术了 你家里设佛台了吗 还没有 没有 我妈家设了佛台 你赶快啊 你赶快设佛台 而且你要许愿吃全素 吃素了 吃了刚刚许愿 对 几个月吧 对刚刚 你这个人台上讲实话啊 是 你有过忧郁症 对 所以我希望你赶紧念经 你小房子大概一共要念420张 好的 好吗 我现在还要放多少条鱼呢 我 我前面放了一些 3200条 3200条 好吗 好的 你这个人其实可怜也蛮可怜的 你主要是没脑子 对 你的婚姻也不好 对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傻的不得了啊 嗯 你还想问什么 我还想 问问我当时是家里 现在设了佛台 但是是道教 有影响 哦 有影响 我看看你家里啊 嗯 哦 你家里还有符咒呢 进门的左边 对 一客厅的符咒 不倒 现在知道了吗 你现在要把它取下来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有灵性在你们家里 对 看看什么灵性 他会跟你讲话 有时候在你耳边会跟你讲话 房间里有声音 一到晚上就有声音 对 像一个 像一个猿猴一样的灵性 像个猴子 那台长 那台长 我请问一下 当时我 就是说 没得病之前 十月份 我上 我请了一个 就是说 带了一个浴灼 带上以后吧 那一天 就当天带上以后 第二天就是说 晚上直接做噩梦 第二天直接血压 升到了一百七 我拿下以后 我血压重长了 我怀疑是不是这个 我问你 你这个浴灼是吧 对 你这个浴灼 上面有没有任何图案 有一点东西 好了 猴子啊 你回去看看 像不像猴子就知道了 但是我把这个 又请出去了 请出去了 对 请出去也不行 家里还有浮咒 浮咒 嗯 要当心啊 这个灵性 这个猴子 经常在你们家厨房里 还翻你们家冰箱 所以你们家冰箱老想 对对对 我家冰箱想 是 谢谢师父 真的明白了吗 那我需要念 这些小房子以后 把它超度掉 超度掉 房间里的 我刚刚就跟你说了 四百二十张 你慢慢念 慢慢念 我还需要 打几次化疗呢 我现在已经打两次化疗了 嗯 这个癌症在跟妇科有关系的 在妇科上 对 鼓掌 有面 而且 你的子宫也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而且你子宫上还有肌瘤 肌瘤听得懂不了 那 没查过啊 没查过 两个小的 腰腰又不好 对 睡在床上浑身酸痛 对 而且你还有鬼压身 就是有 你感觉有一个人 对 对 我当时是做了一个鬼压身的梦 是啊 他压住你 你又不能动 人们醒着的 对 怕他们臭要死 对 你不会念经呀 对 黑乎乎的房子 现在知道了不了 知道了 被人家压身了 好了 家道蛮漂亮的 家道还可以 家里弄了亮一点 好吗 睡觉不要关灯啊 好吧 走道上的灯亮 睡房里要有灯亮的 不能全部暗的 否则太暗了 好的 好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不要节约了 我看你家里还是蛮富有的 所以电费付得起的 听得懂吗 就得懂 好了 好 谢谢台长 你自己要念经了啊 好 能不能许愿吃全素了 吃全素 能 吃全素 救一个人了 谢谢台长 救牛之恩 好了 要有信心 有信心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现在还死不掉 所以好好的努力 好吧 我看你 台长刚刚给你加持了 谢谢 你至少 可以多活半年 好的 谢谢 但是你要答应我 一定要 念经的 你不念经 我就不了你的 念经 明白了吗 念经 要当心啊 有个眼睛很不好啊 经常掉眼泪 是 看不清楚 对 对不对啊 对 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台长 还有啊 没有 谢谢 网上不要再乱看东西了 好的 那些不好的东西 不要看了 好的 好了 谢谢